一所奇葩的学校,所有女生都搭着肚子,肚子越大,期末分数越高。 刀子今天带来短片《大肚子的烦恼》,小丽搭着肚子走在上学路上。 学校制服加上硕大的肚子让她不断接受路。 小丽加快了步伐,走进学校后,小丽迎面撞上了两个女生,女生帮她捡起了掉落的树。 直到小丽站起来才发现,面前两个女生居然也挺着大肚子。 她们十分的友好,先是询问她的班级,又带着她逛校园。 原来这是一个蛮是大肚子女生的学校,人们都找到了舒服的生活模式,并且都非常友善。 因为同样大着肚子,她们相互理解一起玩闹。 同学们带着小丽在厕所里拍照,两处了硕大的肚子,仿佛那就是她们的骄傲一样。 学校甚至安排了专门的课程,让学生们养护肚子。 肚子养护得越好,期末就会获得更高的分数。 这一切都让小丽渐渐忘记,大肚子是一件丢脸的事。 直到这天,小丽来到公交车站等车,几个同龄的男生给她让了座位。 其中一个帅哥好奇地问了一句,你这是几个月了? 这话像刺一样扎在小丽心里。 回校后,小丽和同学吃着鸡腿,发现一个女生和黑衣人在偷偷交易着什么。 当他们再一次看见那个女生时,她的肚子已经变平了,校长震怒,问她为什么这么做。 女生则回答道,因为我想穿好看的衣服,不想一辈子穿着这一套制服。 这些话就好像是触碰到了学校的禁忌,学生们连连发出惊叹,十分的吃惊。 女生说完话就潇洒离开了,像个勇敢的战士。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,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,小丽环顾四周,下定了决心,自己也需要一些改变了。 她也开始和黑衣人交易,期间班主任发现了小丽,但她还是坚定地跑进了厕所。 她想起人们的质疑,发出了怒吼,接着拿出了袋子里的饮料。 喝了几口之后走进了厕所,只听见咕噜几声,小丽再出现时,大肚子已经彻底消失了。 其二一见,这是一个泰国创意广告,大肚子学校的奇葩设定,让人根本就猜不到结尾。 经常有人调侃,中国的某些电影像广告,而泰国的某些广告像电影。 观众大爷们还想看更多泰国广告的话,可以给包子留言哦,我们下次再见啦。